大家好,今天很敬請到中文台同事李立峰教授 我想大家在過去幾年都很認識他,因為很多民調都會看到他的名字 亦都在佔中的案件做過上課的證人 其實民調的學問在近年越來越受重視 但有時我們只看數字,就不能夠明白背後的意思 所以今早就想請教一下,關於近兩年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走向 之前Pori那邊做了一堆民意調查 關於香港人怎樣看自己,特別是年輕人,是否越來越認同香港人呢 但似乎表面的數字在反送中運動之後,反送中運動之後 由高峰時候到達,低了一點 想請教一下Francis,你看看這一邊的數字 其實除了字面,數字的表面解釋之外,還可以怎樣演繹呢 我想很多時候我們看英文的數字,如果要演繹的話 其實可能要擺放在一個長一點時間,長一點的脈絡那裏 甚至跟我們平時有時寫報紙文章可能不同 因為有時寫報紙文章始終是拿到最新的一個 一個評論,或者整個一年本載的東西拿出來說 但如果擺放在一個長一點的脈絡那裏的話 其實在說,固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其實一直有個量的轉變,有個質的轉變 就是這個量的轉變,如果你看些數字 可能譬如他對香港人的身份的評分 就是我認同感的評分,可能一直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 甚至是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這個是純粹從數字來看一個量的轉變 但我唯有一些質的轉變就是 其實什麼叫香港人 當你說香港人,我被白分開 其實你怎麼理解什麼叫香港人 中國人這個身份是一樣的 可能從兩個角度來講 我們知道那個 有留意開這一種研究的朋友都會知道的故事 香港人的自己自認中國人的身份 可能在97年之後會一直慢慢上升 就升到去大概2008年是一個高峰點 但開始之後就下降 就降到近兩三年比較低的水平 但又是這樣,這個是兩個轉變 但質的轉變,究竟如何去理解中國人呢? 中國人的身份 代表了什麼呢? 我想如果說質的轉變其實是 也可以說就是過去這十幾年 大家在評論中國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時候 其實它多多少少有一種政治化的傾向 這裏說政治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或壞事 只不過就是 它的確是加重了一種政治意味 就是我 在說二十幾三十年前,九十年代 就是我讀書的年代 跟我的老師傅人馬傑偉 他們說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已經說香港人會將大陸人視為他者 視為他者 視為文化 但是那個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香港人將大陸人視為他者 那個是一個比較文化性的 就是覺得他們比較 國營覆落後 他們比較髒立太 就不是一個很強的政治意味的東西 但是那個所謂政治性的東西 其實去到2008、2010 以至之後開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 等等 開始那個政治意味越來越強 那麼去到現在 就是反所謂的運動可能是一個高峰 就是那個所謂說 就是中國人身份和香港人身份的對立性 以至到那個香港人身份和中國人身份 就是它的政治意味強化了一個高峰 那麼其實你說 從2019年去到2020年 你剛剛說 就是提到 比如我上一個月的篇文 提到 它有一點點回落 香港人的身份 但是這個其實是 當然其實是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 就是說 我們寫文章的時候 公佈一下 或者討論一下最新發展 但是始終一年半左右 很難說它回落的trend 是不是會繼續 因為你回落也好 你現在的分跌中高 就是說 由零至一百分 Tori他們做了一個 建構的index 那就是去年是82.6 今年降到79.6 就是下降 和統計學上是顯著的 就是某種統計分析是顯著的 但是 都仍是說到80 就是延高 但是變成那個分會會繼續落呢 這個是一個要繼續觀察的 但是起碼大家看到就是 從高峰下來 但是這個也正常的 就是任何統計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永恆地升上來 或者永恆地升上來 極高的水平 所以當社會狀態 就是各種原因 令到場 社會運動 繼續平靜下來的時候 其實某些數據 開始有一點點的回落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態 在學術角度 無論是李生全那邊 還是Tori那邊 有沒有一個做法 可以將那些質素的文章 擺在文條那裡 就是說 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香港人什麼 但是為什麼 就是有沒有可能做得再一步 有可能做多一點點的 固然就是兩派研究 和同質化研究 有一個很基本的差異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 真的要做到很深入 去get to那些很sophisticated的位置 很仔細的位置 就未必是一些 民調一量的運營能夠做到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定 做民意調整一定 只不過是問 總之你評分 0至10分 你香港人多少分 又未必一定要做到 那麼簡單 事實上也可以介紹一下 因為我也查看 有些 譬如從96年到2016年 就是有20年 其實是 譬如我們中大 是有不同的學者 做過一些身份認同的調查 而那些身份認同調查 就不是那麼簡單的評分 那個其實是早年 就是那時候有個叫 Panova Project 就是他們回歸的時候 有個Research Project 說香港回歸 到後來我們繼續做 那麼那個做法是什麼 就簡直是問 就不是說簡單的問你中國人香港人 就問一些所謂national symbol 一些 cultural symbol 究竟你覺不覺得 你會 proud of 你會引以為傲的這些 symbol 譬如有什麼 symbol 他們那個年頭就問了 比如國旗 國歌 解放軍 普通話 和長城 長城是很cultural的 symbol 就問究竟你每逐個問 你覺不覺得你會 feel proud of this symbol 也都會逐個問你覺不覺得抗拒 有些人不 feel proud of 但不等於抗拒 譬如我舉個例子 看看 那一系列的 survey 會有什麼 findings 其實很有趣的 譬如說國旗 國旗 96年運的時候 有大概三成的香港市民 是會 feel proud of 其實技術是1至5分 4至5分 就是你覺不 feel proud of 4分或5分 就基本上代表你是引以為傲 國旗去到96年的時候 三成人會覺得引以為傲 三成未必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但都不算低得很誇張 這是回歸前的情況 到了高峰的時候 就是剛才說2008年 2008年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市民 會說自己國旗是引以為傲 但是2008年後就跌了 到2016年 我們最後一次做的時候 就是好幾年前 最後一次做的時候 都是回到三成多 這些是有這樣的轉變 但是譬如有一些 我說這些的問法 會看到比較多一些那種複雜性 譬如剛才說國旗 由三成去到2008年 去到超過五成 跌回到三成多 譬如說長城 長城 96年做的時候 會說自己感覺到長城的人 是去到78%的 就是那個固然 我想就算香港人也好 你從小到大的讀書 就是看電視 大家都會感覺到一些 代表著傳統中國文化的宣布 長城去到78% 因為已經很高了 所以就沒得升了 你一直維持了七成多 一直到2008年都是有七成多的香港市民 覺得自己感覺到長城的 但是接著就可以跌了 跌到2016年的時候 就只剩下五成多左右 當年還會高過國旗、國國的跌 因為長城比較非政治性 它會變成一個傳統的文化中國的意向 但是也看到在08、10年之後高跌 但是接著 說多兩個數字 就是 剛才說的那些數字 就是 你會否感到能力 你會否引以為老 但是如果說你會否很抗拒呢 如果說國旗和長城 國旗就是96年的時候 6.6%說自己是抗拒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回歸的時候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你問他國旗、國歌這些 其實 他又不是很引以為傲 但是他也不抗拒 就是沒有什麼所謂 你國旗不是國旗 只是一幅旗 你也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6.6%是抗拒 去到08年的時候 就跌到3.76% 就是很少人會抗拒國旗 但是 之後就開始慢慢升了 去到2016年 就14% 不是很高 但是起碼比之前 只有幾個巴仙的數字 已經顯著地高了 開始多一些香港人 就是覺得抗拒 就是國旗 所以你看到 譬如另外一件事 就是不說長城 長城一直都低的 很少你不喜歡復長城 就很少去到 很抗拒長城 譬如說另外一個 可能對香港人來說 傳統上比較敏感的一個 object 就是解放軍 解放軍就是 在1996年的時候 解放軍其實抗拒的比例會比較高 3成香港市民覺得很抗拒解放軍 這個都可以理解的 其實在回歸的時候 始終 說到軍隊 始終大家會有一些 不服飾 還有可能會有一些恐懼 但是 對解放軍的抗拒 1996年 三成 跌到2008年 就收回8.8% 是抗拒解放軍 由三成到一成 但是之後又升了 升到1416年的時候 大概兩成半左右 但是很多時候的數據就是 你那時候有軍隊 一直做了20年 你看到這個 trend 但是固然很可惜 之後我想軍隊停了 就沒有繼續 所以就不知道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 我想任何 香港市民也好 如果你是 觀察者也好 評論者也好 其實你都可以估計到 接下來的數字怎麼走 如果你說抗拒 National Bank 抗拒國期由 08年的3.7% 升到16年的14.1% 你可以估計 如果我們過去兩年有做的話 起碼我估計 這個是 Educated Gas 那年不一定 100%準 但是我估計 一定會高 14.1% 可能他做梁三成也不一定 甚至更高也不一定 這個就是回應你剛才的問題 其實當然 如果是有足夠的空間 去問多幾題問題 以及設計問題的時候 例如你剛剛說的那個系列研究 很明顯它有一個認識的 將一些政治的 symbol 國旗、國歌、解放軍 和一些文化的 symbol 長繩、普通話 一起問 你會看到香港人這麼多年來 他對政治中國 那個態度的轉變 或者對文化中國 那個態度的轉變 JOEL無品 現在有黑找機你們建議 adamente 這數字幕 都余存 responsibility ジェヲ villa 輪 倘 現在我們見到市面上,例如Pori的民調,他可以將香港人的定義內化多一些的其他細節的話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trend 是有兩個可能性的 正如你文章這樣說,要不就可能現在開始 國安化,大家開始認同國家的種種原因 又或者因為國安化,大家覺得香港已經是面目全非了 所以連香港也不認同 其實怎樣可以 read 到,這兩個訊息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 是的,我想如果要 read 這個訊息的話 你從學生上席,就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你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 tracking 我相信Pori會繼續做 譬如他半年賣一次,一年賣一次 過了兩三年,過了三四年的時候 你會 trace 到究竟那個 trend 譬如我剛才說,2019年去到20年它跌了三分 究竟這個跌了三分 是一個,你在一個高峰上面 就是很必然的少許回落 回落了少許之後就會平穩 或者其實它會一路跌下去 這個就是要 rely on tracking 另外就是 rely on 一些所謂 further analysis 就是其實你會看究竟 就是明報的編文都提過的 就說,當一些人分開給分 例如我問一個香港市民 中國人身分你有多認同,你不至十分 香港人身分你有多認同,你不至十分 究竟這兩個數字,它的所謂相關性 是什麼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香港過去 香港人,即香港市民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過去二十幾年是有轉變的 就是早年,即是說回歸或回歸後 就是頭十幾年 這兩種身分它是相關性正面的 正面的意思就是 一個香港市民如果他給中國人的認同感 他給得高分呢 你可以估計他給香港人的認同感 都會高分一些的 即是換句話說這種正相關 其實顯示那件事就是 其實對很多香港市民來說 在那個年初 就是這兩種身分其實沒有很大的衝突 甚至兩種是相關的 即是香港人就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國人 即是變成了一個這樣的正相關 但是去到近年 尤其是三、四年 尤其在年輕人裡面 他的相關性是互相的 即是一個年輕人 譬如是過去兩、三年 如果你問一群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歲的香港年輕人 你問他香港人你比較多分 接著你問他中國人他比較多分 接著你做一個所謂考慮 你發覺他不相關 他比香港人的身分越高分那些人 他比中國人的身分越低 即是變成了換句話說 你看到那兩個身分 其實對這一群人來說是有衝突 他越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他越不覺得自己是中共 變成了這個其實是 有些所謂考慮的事情 譬如如果 如果 假設 如果我們說 接下來這幾年 香港可能的狀態 會在部分支持民主派 支持民主發展的市民當中 可能覺得很壞 一直壞下去 覺得香港面目全非 覺得不是他們認識的香港 價值理念 專業主義等等 都很消失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眼中的所謂香港 這個就是我之前說的所謂質的問題 就是香港變成了大陸化 如果有一個籠統的說法 就是覺得香港很大陸化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那個香港的身份認同的分數 和中國的身份認同的分數 應該會變成正相關 因為反正也是一樣 當他們概念覺得香港就是大陸城市 如果很多香港人真的發展到這個理念 你可以估計就是對香港的認同感 歸屬感會一直下降 以及對香港的認同感 和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感 會變成某一種正相關 因為覺得其實兩天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有某些方法去測試 例如剛才你提到Tori的問題 就是那個問題 其實都值得看一件事 我寫文明報的時候沒有看 他也有問同時間 除了問你是不是認不認同自己的香港人 認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之外 他也有問認不認同自己的亞洲人 他也有問認不認同自己的世界公民 這個就是挺有趣 我做分析的時候會看到 說自己香港人的評分越高的人 他越傾向說自己是世界公民 其實這個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在過去幾年裡面 香港人看香港人的身份 那種觀點角度 其實跟一般社會論述都吻合 我們覺得香港是很世界性的 香港人的價值 就是我們說民主和自由這些理念的價值 亦都是一些普世的價值 所以對香港這一點 當香港被視為一個這樣的世界性 以及以普世價值掛碎的一個都市的時候 變成對這個城市和對這個身份認同 很自然就會和世界公民這個概念的認同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說將來 即是有香港市民覺得 香港的面目存卑 越來越大陸化 很可能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香港這個概念 和世界公民這個概念 開始慢慢脫鬥 甚至到極端的程度 就開始變成互相衝突 很深排斥 這些都是 即是如果將來有數據的話 都可以通過一些數據分析 去看看是否有這樣的情況 明白 所以你現在的概念 當然現在不可以很準確地說 剛剛才開始有一個 trend 出現 但或者香港越來越大陸化 這兩塊身份認同 就會慢慢變回 positive correlated 但是跟世界公民那邊 就會這兩塊東西和世界公民之間 就會是 negative correlated 可見的情況 這個會是一個 prediction 當然這個 prediction 是基於幾個假設 假設香港的情況 會繼續根據過去大半年的趨勢 繼續發展下去 然後很多香港人 他仍然 當然他心裡的認同 或者他對一些價值理念 沒有這麼簡單的改變 變成他價值理念 仍然是某一套的價值理念 但是當然現實環境變了 變成他對現實環境的判斷 就會跟之前不同 就會出現你剛剛的概念 明白 還有一個想問的 美國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經常說什麼 血液的效果 就是民調和網真話 近一兩年都很明顯 特朗普的支持者 未必敢說支持他等等 你覺得國安法之後 香港人連做這些民調 都會多了這一類的考慮 這個是有可能的 這個是有可能的 我們都跟很多朋友討論過 固然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做學術研究 只可以做一個學術研究 來去判斷他 但是固然我們知道 在民調裡面 其實過往 就算大家 我想普通的讀社會科的同學 學生 都會教 有一個社交信任性的影響 剛才你剛說 特朗普的支持者 一般的批評是一種社交信任性的影響 尤其如果你是一個 重要的是受過教育 如果你是一個在美國 受過公共教育的人 你真的不太意思說自己支持特朗普的 你就會有一個所謂的信任性的考慮 在回答民調的時候就不敢說的真話 固然如果我們說香港港國安法 就可能是另一種 它未必是一種簡單的一般意下社交媒體 可能見識到少許恐懼 見識到少許覺得自己說話會不會被人抽請 那個效果是有可能存在的 但這個就真的要 我想我們在學術上其實要 是刻意去設計一些 例如我們現在就這樣說 例如你民調身分認同 你就這樣問 有些人回答你中國人 有些人回答你香港人 有些人回答你高分 有些人回答你低分 你就這樣一個分數 你很難去判斷 你也沒有辦法去判斷 就用它說真話還是假話 所以你要判斷幾大程度上 那些人是說謊 有多少人是說謊 其實是要特意去設計一個測試 特意去做一個測試 特意去設計一個測試 去檢驗那樣 那這個就真的要看看 有沒有學者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興趣 就著哪些題目 例如新聞認同也好 甚至一些對政府的評價 或者對國安法的評價 那會不會真的去設計一些測試 就真的看看有沒有一些市民 是真的會說謊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我們說 答問題的人會不會有些害怕 但現在連做問卷的人都可以害怕 例如大學 例如中平耀莫少一個例子 他那十幾十年都不斷地被愛國媒體評擊 那國安法通過之後 會不會連問這些問題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這種問題本身也有可能會違法呢 你怎麼評估這方面的風險 我想我自己個人 就不會很覺得這些東西的風險特別大 就是這樣說 始終做研究就是做研究 我想始終你做研究 說你很難害怕太多 那還有 譬如我們做民調 我們問一個問題 我問的嘛 那個問題是開放的 就是當我問你同意自己是香港人的時候 其實我只不過在問一個開放的問題 是吧 有人答同意 有人答不同意 也都只不過呈現一個 就是所謂真實的民意 所以我至少在我們的 比如我只可以代表我自己個人 或者我認識的同事 或者中大的服務中心 這樣 我們都不會說過分去 就是過分去高估 或者去自己嚇自己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也有危險 但是固然 就是不留不否正一樣的 就是始終一個法例存在 那個法例的 也都寫得白 或者模糊一些 那麼它覆蓋面也都廣泛一些 也都的確就是很多法律專家 或者在香港很多平衡者說過 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所謂的紅線 是在哪裡 甚至 說回你從學術上去看好 什麼叫自我審查 什麼叫做審查 其實自我審查機制就是 基本上要嚇你 而嚇你的方法就是 你不畫清楚那條線在哪裡 這個是研究自我審查 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就是我們知道 任何一個權力擁有者 它要令你自我審查 它首先就是 要放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同時間不說清楚 因為它說得很清楚 那你就知道 你可以最貼是站到哪裡 最貼就站到最貼 它說不清楚的時候 反而大家儘管 大家退後兩步 一起退後兩步 所以現在是 在香港這種狀態 讓大家知道 那條國安法是模糊的 變成也沒有什麼案例出現 現在暫時沒有案例 未知道怎麼辦 所以大家都會 在這種情況之下 的確那個 incentive structure 是會令部分人 會覺得 play safe 寧願不做 你可以想像 有時候你在學術界 有時候 所謂我寧願不做 那樣東西也不是不順 100%是一個恐懼問題 有時候我想對很多學者來說 例如你也知道 做研究 你有十個問題可以做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有十個問題可以做 有五個敏感 有五個不敏感的 變成是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很多學者會很正常 他就會想 那我為什麼不做一些 寧願做一些不敏感的題目 為什麼要去點那些敏感的題目 我想這裡其實是很正常地 是有各種各樣的計算 一旦 這個incentive structure 設定了的時候 很多這些具體計算會出現 那麼具體計算的結果 就是會少了人做一些敏感的題目 這個是所謂敏感的題目 這個就是很必然會發生 但是我想對我們來說 起碼就是 例如有一些學者 可能是 那些是我們做的事情 那些是我們的研究範疇 有些題目是我們關注 也有個判斷 那些題目是對社會重要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為什麼要停 我們剛才說 所謂風險評估 我都不覺得做問卷調查 這件事會是一樣有風險的 起碼我們在這一刻的半月 不覺得風險是怎樣的 當然 但願如此 希望那個 也是一個指導來的 如果這些問卷也有問題的話 社會就 剛才你這麼說 大陸發現的現象真的很嚴重 其實是 好 今天就不想你太久了 多謝你分享 希望那個trend 一年半之後 可能再清晰一點 可能你再請教一下 好的 好的 拜拜 拜拜